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部将会与利益相关者就强制餐馆申请亲针认证建议进行对话及收集意见 包括征询各州统治者 他说该建议仍需要深入探讨 而他周三会在内阁会议提成相关报告 一旦内阁同意这项建议 他们将展开深入研究 与餐厅和消费者协会等利益相关者接触对话 纳伊莫达出席2024年伊斯兰先知穆罕默的诞辰全国庆典后 向媒体表示 该报告将涵盖是否强制餐馆申请亲针认证的建议 因根据现有的政策 是否申请亲针认证是自愿性的 但有部分穆斯林群体对此感到担忧和不安 因此该部需要探讨强制申请的可行性 他说 初步的建议是要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接触和对话 一旦内阁同意这项建议 将考试展开深入研究 包括与利益相关者对话 特别是各州统治者 因为此事涉及伊斯兰 属于统治者的管辖范围 除了内阁 纳伊莫达表示 作为我国有关伊斯兰事务的最高机构 亲针认证事宜除了会带上内阁讨论外 该部还会提成档案至MKI旗下的全国伊斯兰商议委员会 针对强制申请亲针认证的建议究竟是指针对穆斯林参馆 还是全国所有参馆 纳伊莫达表示 此事仍需等待详细的研究完成后才能决定 他说 这一切将取决完成后的研究报告 目前还只是一个建议 需要等待研究和调查 针对全球兄弟涉嫌宗教荼毒 性虐和虐待儿童仪式 纳伊莫达表示 已成立以他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调查此事 并会提成报告给全国伊斯兰事务理事会 他说 该特委会将传唤GISP的前追随者 以获取更多消息和实际情况 针对击打一家面包公司没有亲针认证仪式 纳伊莫达表示 击打宗教局已到该公司调查 证实该公司自2017年开始已没有申请亲针认证 他说 网络流传的照片是2017年前的旧照 因此不构成没有申请亲针认证却有亲针标志的问题 换个焦点宾州行动党922党选 该党八眼区联委会主席林冠英昨日 在当地五星级酒店举办下午茶会 招待八眼区40名支部主席 也传出沈林沛已成行 对此 宾州行动党主席兼宾州首席部长曹关友 今日授寻时表示 没人邀请他出席查会 对沈林沛组合是否成行也不知情 曹关友今早出席在甘载园布朗操场小贩中心举行的 先知莫罕莫德诞辰日派食物活动 被寻击此事时 已没有受邀来回应记者 今早出席同场活动的宾州行动党秘书林慧英 面对记者寻集昨日查会上是否已谈妥该党党选之事 他回应说 没有 当被记者进一步追问其所说的 没有是否指没有谈妥或什么其他意思时 他则回答说 不予回应 林慧英是于昨日傍晚在其脸书专页发布图文 指他在八眼区首家五星级酒店Cram Plaza 招待该党八眼区40名支部主席和他们的配偶喝下午茶 数名未来的宾州行动党领袖一道场 展示团结 贴文中写道 聚会者包括宾州行政议员 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和副财政部长林慧英 让我们共同支援宾州与部城的党领导和团结政府 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 林冠英脸书专页发布的其中一张照片 还显示沈志强做C位 在林冠英和林慧英之间 不禁让人猜想沈林沛是否已经成行并获得行动党主席林冠英的祝福 林慧英随后在出庭另一项活动时也被记者追问党选的动态 他说 行动党八眼联委会主席林冠英昨日招待八眼区40名支部主席和多名党领袖的下午茶会 只是一般的聚会 大家不必要多加揣测 他表示 昨天只是一般聚会 也没谈到什么决定或重要的事情 林慧英在活动上致辞时说 昌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改革 以取得显著成果 这些成功不仅是政府的努力 更是全民团结一致的成果 看过宾州行动党党选的消息 916廉价你是不是计划出游呢 以下的这则新闻在你规划出行前 也不妨参考一下 基于护照问题 拖欠个人所得税 关税级尚未解决的就行事案件 导致数十名计划趁学校假期前往泰国度假的游客 在出境时受阻 击打移民局主任 穆罕默里祖安表示 该局通过从黑木山的移民 海关 检疫和安全综合大厦X取得的数据 发现了这些问题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 移民局发现10宗案件涉及护照受损 包括撕坏 沾水 页数不见及有凸显痕迹 他说 当中也有20宗案件 涉及拖欠内陆税收局税务 以及9宗涉及关税问题 导致相关人士的跨境行程更加困难 莫哈莫里祖安呼吁国人在计划出国前 应通过行程状况审查系统 SPEG官网检查出境限制状况 避免最后一刻出现失望情况 今天的光明新闻通就给大家播报到这里 我们明日同样时间再见